出埃及记 第二十章 神吩咐以下这一切话,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经把你从埃及地,从维奴之家领出来 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做偶像 也不可做天上、地下和地底下水中各物的形象 不可跪拜他们 也不可侍奉他们 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祭邪的神 恨恶我的,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从父亲到儿子,直到三四代 爱我,和遵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施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要纪念安息日首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工作 但第七日是耶和华你的神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你的仆悲和牲畜 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寄居者 不可做任何的工 因为耶和华在六日之内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就歇息了 所以,耶和华赐福安息日 定为圣日 要孝敬父母 使你在耶和华你的神赐给你的地上 得享长寿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政贡陷害你的灵社 不可贪爱你灵社的房屋 不可贪爱你灵社的妻子 仆碑、牛驴和他的任何东西 全体人民都看见打雷、闪电、叫声和冒着烟的山 人民看见了就战斗 远远地站着 他们对摩西说 求你和我们说话吧 我们必定听你的话 不可让神和我们说话 恐怕我们死亡 摩西回答人民 不要惧怕 因为神降临 是要试验你们 叫你们常常敬畏他 不致犯罪 于是人民远远地站着 摩西却走进神所在的幽暗之中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 你们亲自看见我 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 你们不可做银的神像 和金的神像和我相比 你们绝不可为自己做这些神像 你要为我筑一座土坛 把你的梵记 平安记和牛羊线在坛上 在我使人纪念我名的地方 我都必到你那里去赐福你 你若是为我筑一座石坛 不可用凿过的石头来建筑 因为你在石头上一动用工具 就把坛污秽了 你上我的坛 不可用梯极 免得在坛上露出你的下体来